台当局行政管理机构日前公布 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.75% 连续14个月冲破2%的通膨警界线 尤其民生物资价格涨幅惊人 数据显示 在这波涨价潮中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蔬菜 水果 肉类 蛋类等 17项重要民生物资价格涨幅尤其惊人 年增率达5.84% 创近8年来新高 其中色拉油调和油年增率达16.03% 创13年半新高 卫生值涨幅5.89% 也刷新三年来新高记录 鸡蛋涨幅虽已有舒缓迹象 但仍高达35.85% 民众直呼吃不消 比如说两三样蔬菜水果可能就要上百块 原来可能也许不见得需要 高很多 不是有变高 高几乎一倍 开什么玩笑 外城种子 我还记得几年前是三个一百块钱都有 现在一个要七十块钱 结一缩十点正好减肥了 以平均每月消费支出八万元新台币左右的家庭为例 在购买相同质量数量与服务的情况下 九月美国家庭平均支出会较上年同月增加2200元新台币 外食费支出增加493元新台币 此外 由于原材料成本上涨 市场摊贩也被驾到两难境地 价格一起涨 可能客源流失 价格不涨 则面临亏损 当然有压力啊 不敢涨 对 他本身猪肉都涨了 可是我们不敢涨 因为这样的话客源会流失 农夫比较辛苦 因为很多成本增加 他当然成本增加的话 他的那个换售的价格会上扬 我们下游当然也会跟着增加 较大器 山 辆 较大器 较大器